本地8月份的组屋整体转售价持续攀升 比前一个月微涨了0.7% 所有组屋类型的转售价都上扬 不过成交量则比7月份下滑1.4% 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SRX的数据显示 三房市和公寓市组屋单位的转售价涨幅最大 都达到0.8% 四房市单位和五房市单位的涨幅则分别是0.6%和0.1% 另外上个月共有2435个单位转售 比前个月减少1.4% 不过年比则增加23.5% 同期有五个组屋单位的转售价超过了100万元 成交价最高的是达士岭摩天组屋的一个五房市单位 以118万5千元转售